其实我是很少就听到情侣们在争吵的时候觉得很烦 但你们让我听不下去 我恍惚的在听你们说到 每月一次的买机票啊 无数次的买新衣服啊 买一些他心爱的礼物啊 我就想问你们月薪多少钱 另外我再想问你们 你们现在是学生吗 是的 你这如果他不接电话 你一下打五十多电话 一百多个微信 然后整天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 脑子就在他那了 你是学生啊 应该学习啊 您这位 各种的游戏酒吧 看不上送给别人 这一点尊重都没有 你们在谈什么呢 刚才赵川说 再过一年你们再分吧 我觉得等不了 我给你们建议马上就分吧 会毁了自己的 为什么分 至于男孩来说 你根本就不爱 你爱他会把他辛辛苦苦给你的礼物 送给别人吗 你爱他你去酒吧 你会不跟他说吗 你要真爱他父母 怎么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呢 所以就叫谈什么爱呢 我不是反对大学生谈恋爱 但至少你们两个人 不适合在一起谈恋爱 女孩 贸似你更多 其实你爱他 或者说你喜欢他 比他喜欢你要多一些 但是恰恰 遇到了这么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会毁了你 毁了你的学业 当你大肆选择工作 毕业要你的成绩单的时候 你想想 看你能交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单 交不出成绩单的 并不了要靠谁 又要靠父母吧 不会再啃老吧 你找他 他可担顾不了你什么 赶紧把自己的精力铺在学习上 不能等了 好好学习 否则一年之后 四年了 你什么都没得到 得到的就是眼泪和悲伤